道教 中国宗教界与学术界人士 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分享其独到思考与实践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老子研究院首任院长 詹石窗建议 可以探索以气载道 即通过在陶瓷服装等用具上 印制道教典型符号传递道教文化 以乐载道 指的是创新道曲和道武艺术 让东方传统文化以表演方式走出去 以文红道 意味将更多道学经典翻译和推介至海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敬国建议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 道教在因时而移求新求变的同时 要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但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并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封闭 过度的自我欣赏 而是说他自信我这些 我这套道家道教的真精神是可以给当今的世界提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思想 它可以推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一个更友好的一个对话 达成一种合而不同的一种理念 那么透过这种文明之间的一种交融 一种对话 一种欣赏 皮子的一个欣赏 那么我们就真正能达到一种美美一共 天下大同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海南省道教协会会长陆文荣表示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 道教走出去 首先要确立民族文化信仰主题性 然后要吸收开放 包容兼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 我去这个南非的时候 当初就有人问我 这个他问我是哪里人 我说是中国人 他说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中国人 我就把护照拿出来了 他说能证明你的是中华民族的医院 就是这本护照吗 我说还有我的腐射 生活习惯 他说能够证明你是中华民族的医院 不仅仅是你的腐射 你的生活习惯 应该是历史和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下去的更何种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 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所以在这个当今时代背景下 就是说如何区略民族文化的主题性 民族信仰的主题性 然后我们不保守 要吸收 开放 包容 兼容各民族的文化 外来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